全捷科技 你好,我们是全捷科技 我是高晶海 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我们现在来讲的范例是 SigmaPro第11个绘图范例 叫HyperPro 这个图看起来很炫 然后很难下手 我们可以看到有类似三个 这个类似就是所谓的Terry 叫做三个卫人的合成图 事实上我们SigmaPro有内建的Marko去完成它 所以关于这个过程等下就会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就这几个点把它凑起来 再套上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事实上它的资料是在这里 就是1234567这边的去弄 那整个的过程是由Marko去完成的 那十分的复杂 但是我们操作起来是十分的简单 那我们现在就来操作给大家看 OK 那这个图 是在这个Sample里面的 第11个Piper这个图 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原始资料 事实上只要这几个就够了 这几个就够了 那我们把这些资料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一下 把这个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在这边开启一个新的 把它贴上去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 好 那就是这几个 那这个Marko做一次给大家看 目前这个都没有 不像它原始的 这个之后很恐怖的一大堆这个东西 全部跑出来 一般人就没办法下手 看到这个图大概就昏倒了 那事实上它是很单纯的 它只要这几个资料而已 44D 那Marko这边做一次给大家看 Toolbox Marko 我们在这个Piper里面去选 Piper里面 按Rod 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那我们第一个 它Assign这一个 我们要怎么去弄 因为这个加号在符号是比较难 所以这边CN 你把它Assign过去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产生在这里了 MG继续 放进去 因为一般这个 这个彩碳的资料 就会造 你要造这个版 然后 继续一个NAR 按假 HCO3 按SO 4 然后再一个CL 这样 那你按OK的话就可以 那这边有一个你的单位 那我们先不管这个 我们就把它按OK 那这时候我们就看一下 涂就画好了 然后这后面的产生的这一堆东西 这是为了画图 然后数据用的 这些数据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OK 那我们这时候就很单纯 我们就其实就可以去把它改一下 就改颜色 按这个注解这边就可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淡黄色的 然后它是灰色的 所以就把这个按下去 我们这个就是选个灰色的就好了 OK 然后这个也把它选黑色的 然后大一点 然后因为这个有三个 有三个图 因为是大三个 然后有这几组 那这个一样 你要去把它改一下 OK 我们这个plot3 然后plot1 一样去改它 OK 边边是黑色的 一样在对plot2做好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这些都是可以改的 然后另外就是针对这个做这个底色的 底色我们要给它一个底色 我们用一个黄色的 这样子 这个是无色的 那这个跟之前之后这个是有关系的 OK 所以 这个的做法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事实上 是用臭的臭起来 怎么说呢 它三个 三角形 然后这个比较特别的画 然后它的这个 图 它这个 这个 事实上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什么 它是简易的 这个散布图 然后硬凑起来 把它放到 只要算到 准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 变成了这个 这个图形 所以它没有很特别 那你这个 画这个图没有别的选择 一定要用这个 聚集的方式去完成它 那我这个展示 就做到这里 谢谢 全节科技 谢谢您 再见 moim 请委 看看 怎么样 不行 大家 们 你们 都是 感谢观看